好了,回到最後,就準備講貼薩羅尼加後書 但我要介紹一下我的PowerPoint,影片,你可以在裏面找 另外,其實我這一堂可能會針對一些異端的 你可以在這裏按著Title找影片來看 貼薩羅尼加後書都有,但我不會在這裏解釋 所以我現在直接講貼薩羅尼加後書 這是剛才講完的 貼薩羅尼加後書就在公園的53年 在哥倫多 貼薩羅尼加後書為榮耀神而工作 關於基督的在內 這個大 好,接著 替保羅傳遞前書的人 將教會的情況報告給保羅 其中有好消息和壞消息 好消息成為貼薩羅尼加後書 清許信徒的內容 而壞消息就是信徒誤信了一些錯誤的教導 以為主的日子或主的日已經來到 某些信徒劈低手上的工作職務和本分 期待天上宣告主在來的呼聲和號角 這本書信的寫作目的就是勸勉受迫白的信徒 勸介行為上的偏差和糾正主在來的教義上的誤解 人與人之交有效的溝通是真的不容易 而且所表達和所聽到的是有所不同 每個人都有他的成見先入為主的觀念 所以溝通上就會造成困擾和問題 由前書後書的背景可以了解得到人的限制 保羅親不捨信、親自教導都會產生誤解 而且還必須再度澄清 藉著書信教導和溝通 貼手來尼加後書當然就是前書的延續 保羅為了堅固信徒在患難裏面 保持信心和勇氣 繼續持守好行為 成為愛邦人裏面的光 貼撒羅尼加後書寫作的動機 就是貼撒羅尼加教會收到一份偽造的保羅書信 在書信裏面就說耶穌立刻就會再來的這件事 叫他們放在手上所有的東西 顯然那封信不是保羅寫的 在第一封信裏面 魔鬼是攻擊全信息的人 現在魔鬼是攻擊那個信息內容 所以這就搞到大家討討令了 背景 教會裡面有很多人對基督在來的日期感到迷惑 因為所受的迫迫越來越嚴重 信徒認為主的日子迫在明節 他們也誤解了寶羅在詞書所說 基督隨時會回來的這個教導 藉口等待基督在來什麼鬼都不做 引起教會的秩序混亂 因為那個城市本身是提倡自由 就是Libro 好了 這個貼撒羅尼加後說其實只有三章 所以不多 頭一二章就是講基督在來的光明盼望 第三章就是為基督在來而生活 第一章勸勉信徒在迫迫裡要引來 第二章主在來之前 基督必定會先顯露 第三 境界冷閒的人 好了 這本書要指就是個人的問候 對收信人信心的讚許 信徒在迫迫和試煉中仍然要繼續引來 接著基督在來的課題 當主回來的時候 忍耐到底的義人將會得到獎賞 惡人將會受罰 接著第二章就是回答 對末世的誤解 不要相信主的日已經來到的謠言 主在來之前必定會有一些事情發生 應該在基督的真理上站穩 而接受基督的鼓勵和盼望 第三章講到為自己和福音的傳播而祈禱 警告那些懶惰的人也要處理紀律的問題 最後就是祝福他們在主裡的平安和同在 關於末世的誤解 保羅就直接回答他們對末世的誤解 叫他們不要相信我的謠言 主的日已經來到的謠言 因為在主在來之前一定有些事情要發生 同時他們應該在基督的生理上站穩 接受基督鼓勵和盼望 為自己福音祈禱 又警告一些懶惰的人 最後就問候他們和祝福他們 揭穿一些事情 揭穿一些誤導 工作是個途徑 榮耀神是個目的 途徑可以有很多 但目的只得一個 謝謝 出於人的好奇心 我們會有這樣的推算 就是貼上來基之後 後書之後 兩千年過去 今天我們是更加接近基督在來的日子 至於那日子那時辰 沒有人知道 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 只也不知為獨父知道 其實這句說話就是 猶太人結婚的情況 因為當雙方結婚的時候 猶太的男人需要為女人 去準備一個地方 但是準備地方的時候 不是你說做好就做好 必須是 那個老爺 決定說這間屋OK 可以讓一個過門的老婆過來住 的時候呢 就只有 是 單方面是 老爺話事而已 那媳婦呢 只可以在家裡等的 一路等 是未可以過門的 那所以呢 聖經裡面就有過門的妻子 好了 所以未過門的妻子呢 就是只可以等待 那個老爺的吩咐和決議 那所以呢 那日子 那時辰呢 只是不知道 唯獨父知道的意思就是 那日子 就是婚禮了 就是過門那一日了 就是過門那一日了 好了 我們要在傳福音當中 我糾正一下 那日子就是過門那一日 婚禮呢 猶太的婚禮是 就是一開始就已經搞了婚禮 只不過過門是要再隔一段時間 大概一至兩年 那 好了 我們要在福音的當中呢 就關懷別人 建立教會 預備主在來 警醒地為主而活 而不是懶惰的藉口 也要看清楚基督在來的真理 我們也要為他而活的本分 按著這個邏輯的話 我們要留意到 這裡其實是說的 就是辛苦的那個角色 還有在過門結婚的情況 所以我們看到這裡 其實也等於耶穌那個 要預備好燈裡面的油 那個的比喻也是一樣的 好了 這裡也都牽涉到迫伯 然後有些被迫伯 寶禄鼓勵教會 要在困難和事念裡面 臨時 要江臨的時候 要引來 那麼神呢 自終會掌上那些忠心跟隨他的人 意思是 要持久地相信 亦都在哈巴谷書裡 為二人恩信得生 而要為二人恩信得生 那些二人恩信 要持續地相信 那這個相信呢 就是 和忠心是同一個字跟 那麼跟著呢 就是江臨 乃要懲罰逼伯他们的人 神应将他的能力赐给我们 帮助我们忍受逼伯 以此来掌赏我们的信心 为信仰受苦 令我们更有能力去侍奉 继续在逼伯患难苦楚里面 去效忠基督 好了 这个就是贴萨罗尼加后书的内容 我这条片暂时到这里 我们可以看得出 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 写了这两本贴萨罗尼加前书和贴萨罗尼加后书 好 今节就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